而且她还说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她是以结婚为目的来的 这个事不会让女生很安心 我觉得不会啊 女生会觉得有压力 但至少这事我不是就是 没有责任心 然后是完完而已的那种 我倒是觉得男生如果他上来 就开诚布公地说 我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对于某些女生来说 是一种很大的安全感 但你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 这也是一种压力 因为婚姻不简单 她跟恋爱不简单 恋爱大家开心就好了 但是婚姻就是你懂的 怎么表情突然都变了呢 的确如果你有结婚的打算 你考量结婚对象和考量 谈恋爱的对象是有差别的 就是有些人是适合当女朋友的 有些人是适合做老婆的 不行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适合做女朋友的人 永远都没办法当人家老婆了 对啊 你比如说没有人觉得说 18岁的女孩 特别适合当老婆 是不是 一定适合当女朋友 但是这不能国家人 但是这不怎么个儿肢 这不知道他送一天 这不能公开 那我们开始了 这不能个儿肢 这个 所以我们再得适合